嗨,雖然我這個題目叫做《讀經》是《創世紀》第22章1至第14節 但我不想真的讀了,不如就這樣說了那個故事出來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故事有什麼不適合你,當然可以參照《聖經》 你可以看看我是否說錯 基本上這個就是關於阿伯拉罕被神去試探 那個神叫阿伯拉罕,阿伯拉罕說我在這裡 你呀,帶我兒子上山,把他奉獻給我 翌日阿伯拉罕早晨起來 叫他兒子,叫那些工人,帶點柴,帶點火上山 去到山腳之後,帶他兒子阿伯拉罕上山 阿伯拉罕問他,你說去拜神要奉獻,那你那隻羊呢? 他說不用擔心,上帝會安排好 那時候帶他上去,上去之後 就把柴房做了一個祭壇 就綁起了他兒子阿伯拉罕,然後就放了阿伯拉罕在壇上 正想用柴島殺了阿伯拉罕,然後點火的時候 突然天使就告訴你,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你不要動手 神只是試試你而已,沒事 這個故事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的體法就是這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有個人,你認識,當是你認識 告訴你,他昨晚發夢,說神叫他殺了他兒子去奉獻 你會怎樣做? 你有一個朋友告訴你,你會怎樣做? 你第一個反應,我很相信你會跟我一樣 這個人當然是神經了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你第一件事就是 要報警,先把孩子救出來 第二個我想你開始考慮 這個孩子阿伯拉罕,阿伯拉罕,自己的衝擊 你玩就好玩,神這樣玩,氣弄一下阿伯拉罕 但是你想想,那個兒子被人綁起,放在柴火上面 老爸找把刀想殺自己,那個驚慌程度 阿伯拉罕不是炸殺的,因為他真是上了樂多湖 已經綁起了,是想連樂多湖殺了也會點火 他想想那個小孩怎麼想 好了,這個所謂上帝,一般我們都說 他是全知全能,什麼都可以 如果他真是全知全能,他需要試阿伯拉罕 其實他應該知道,阿伯拉罕心怎麼想 因為他是全知全能,不需要試的 所以我們下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聖經,這段聖經,加了這個下去 那個聖經的作者的目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聖經要加一段 那個聖經裡面,為什麼有一段這樣的故事 作者的用意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聖經其實就是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種控制人民的手段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角度看,這段經文就很容易解釋 嘿,你們啊 最重要的聽話 神說什麼,你要做什麼 譬如好像阿伯拉罕 神叫他殺個兒子,他也會去做的 那就叫做好了 所以,第二天,如果我告訴你 神叫你做什麼,你一定要做 你不可以不做 這個原因,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們這些人覺得 神叫你做什麼,你也要做什麼 不然你就不是一個好的信徒 扔了自己的基本的道德標準 人人都有一個道德標準 你會覺得你不對的,不好的 人人都有的 但他就要把你這個 你自己有的道德的衝動 抹殺了他 讓另一個人掩蓋上去 那個掩蓋上去 讓他控制 如果你看得通這一點的話 我希望你看得通這一點的話 你會明白 宗教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當然,我不相信 我一個視頻就會回心轉意 不過我希望 你正心來 看看我這個角度 是否 比起其他 你那些 神父或者牧師 解給你的角度會好 我覺得我這個解釋 就是最合情 如果你有任何 想跟我說 就在下面留言 拜拜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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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